我先接你的鹤立九天神功 然后再破你的金刚缠定 傅相军自从向云飞扬求爱卫国 就心灰意冷一心想顿入空门 弟子甘愿长伴我佛 这辈子也不打算出岸来 虽然已在此跪求三年 但古师太认为他六神不定繁星卫阳 并不适合剃度顿入空门 让他再下山三年 如果真的心如止水雾透禅机 到时候就做他的引物人 到时候为师一定会成全 临走之际交代湘君在百花节前去少林找一个人 此人那天要与少林心禅大师鄙视武功 并把一个锦盒给了湘君代为宋达 他要是赢的话 你就把这个锦盒交给他 古师太进修三十年 看来也是成员未了啊 湘君领命下山 却见一个小男孩被绑于房顶 湘君有玄乎济世之心 就想要去救小孩子 却被一个开门的男子拦下 二人打斗中 男子把湘君引入房中暂停 原来外面来了白莲教的人 正是白莲教的苦海双腰前来掳掠海童 湘君一路跟随双腰来到了白莲教法会 只见白莲教主布老神仙在众人簇拥下 从巨大的莲花内栩栩出关 原来布老神仙此次出关是为了复兴禅之约 二人当年因为信仰不同 约定二十年后少林一战 看来古师太新面之人就是布老神仙 布老神仙自诩正教 对于手下做出的妖势不能容忍 当下处决了跟随双腰掳掠海童的两个小楼楼 在打开箱子后哪里还有海童 取而代之的是几个小猪仔 布老神仙不禁感叹 阁下能够在白莲教两位尊者的身边 毫无痕迹地做了手脚 真是高明 不愧是高人 而且还可以警惕我门下的猎徒 使他们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布老神仙知道高人就在附近 就要用七杀情音送客 本教主现在就以情音送客 徐霆锋明白七杀情音的厉害之处 于是现身道戒乡军尽快撤离 我们快走吧 七杀情音我给你的无法抵抗 乡军一路封城仆仆终于赶来了少林寺 但却被拦了下来 乡军无奈指的拿出介绍信 这时那个男子也来少林拜山 但却被少林隆重地迎接进去 李师主请留步 少林你真是另眼看人啊 原来这个男子名叫徐霆锋 是中山王之后 被封为安乐侯 此行事代为皇上传达圣语 并想要面见听涛轩的一个高人 皇上虽居庙堂之高 但对江湖之士却了然于胸 皇上仰慕听涛轩那位高人 所以嘱咐我来拜见他 但是听涛轩的高人并不见客 徐霆锋却说他听到徐霆锋三个字 一定会破裂见一次 原来听涛轩中的高人正是云飞扬 自从打败独孤无敌之后 看破世俗 一直隐居于此 徐霆锋向云飞扬带来了皇上的口谕 希望能借助他的力量铲除奸命 云飞扬却以自己是山野粗人 并不参与正式为由拒绝 云飞扬预测了明天与不老神仙一战星禅必胜 胜负已分 虽然不老神仙的七杀情因天下无双 但星禅大师肩负着少林数百年的基业 在四十年前以明镇江湖 近二十年来又闭关前兴自修金刚禅定 和鹤立九天神功 不但内外功夫链的炉火纯青 而且马步飘忽纵横交错 已到了一行幻影的境界 这么看来明日一战白莲教必败无疑 这时突然惊声大噪 原来是星禅大师出关了 弟子公平长老出关 星禅长老几十年来一直以赫围有潜心修行 这次对战不老神仙一定有必胜的把握 星禅见到不老神仙两人一番寒暄吹跑 二人今天鄙视继分高下也决生死 不老神仙说道 今日之战我要是不把你镇城灰烬 就算我输 七杀青银虽然厉害 但是我佛有灵 恐怕难入你怨了 好 我先接你的鹤立九天神功 然后再破你的金刚禅定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